OK,大家好,我是赫玛 今天要来介绍商人的开局 因为商人的武力比较低 所以比较推荐长枪 也就是竖枪 长枪的好处是他的攻击距离比较长 如果不想战斗 可以去外文之礼去学余影之术 外文之礼在左半边 这边一个外文之礼去选余影之术 余影之术的效果是 他可以在战斗中逃亡来结束战斗 但是使用余影之术的时候 你的武艺至少要到2 打给使用余影之术 刚开始的查到只要到2就好 主要是要学查喜专佑的2张卡 一张是这张卡 另外一张是这张卡 然后就可以去清宗城去找木下藤吉郎 比如说我们所做的猴子 因为木下藤吉郎最后是猴子 木下藤吉郎 为什么要找木下藤吉郎呢? 因为木下藤吉郎他的变才是4 可以去找他学变才 所以前面呢我们的算数是满的 我们查到 升到2 然后变才要是满的 5亿要是2 然后我们再去 然后你的忍数呢 应该会是满的啦 愿意去外文之礼学移影之术 至少会到3啦 可是你可能会想把他 升到满升到4 其实忍数蛮好学的 然后如果你还有空的话呢 可以去海贼之言 然后去他们修业场 我们说了水军修造1 然后去学这个超传心得 超传心得可以在海陆的移动速度 跟陆萨是一样的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找你想要的商家 去加入成为商人 然后成为商家呢 你要奉公 你会发现说 怎么不能奉公 因为呢 你跟商家的好感度不够 要怎么增加好感度呢 就是找他买东西 这边我要提到是说 你前面 刚开始赚钱的时候 只要赚到 能够跟商家买东西 刷到好感度为二星 加上你能学习技能的钱 这样就够了 不用特别去刷钱 然后奉公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接任务 接任务 尽量先接卖铁炮的任务 有个任务叫卖铁炮 然后先去找大名 也就是说呢 呃 城主 卖铁炮 撞到的钱就可以开始起钱了 然后因为呢 你是商人 所以你的债货量很高 这里我推荐比较好刷钱的城镇 分别是 箭之丁跟杂贺之丁 分别在这两个地方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两个地方呢 因为箭之丁 有个卖的东西叫做硫磺 它的单价很高 卖的东西自然有就很高 第二个是杂贺之丁 为什么我挑杂贺之丁 第一点它距离很近 第二点它有卖一个叫做 电台 应该叫电台啦 电台 它的单价也是很高 然后这两个地方去互刷 你的钱自然而然就可以赚很多钱 到好几万贯 呃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你在买卖东西的时候呢 记得要交涉 因为你的算数跟变财是满的 所以你的拉霸的中奖会比较简单 而且拉霸出现的顺序会是固定的 只要抓着时机 要凑头彩是比较简单的 好了 基本上商人的开局大概就是这样 之后你参加平地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继续 学竞人 记得 呃就接修业 这个叫修业 我今天叫修业啦 的任务 就可以到处去 学竞人 ok 然后 我是河马 然后 接下来 大家 呃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然后我会尽量去留言 其实我也不太 算非常的老的老手 但是我尽量把我知道的跟大家讲 也欢迎 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经验 好感谢大家收看哦 拜拜